我今天又希望说能够学习那个什么 学习那个Excel 然后又能够将来想要拿个证照 因为如果你非本科系的话 那你要怎么证明说 你Excel这方面的能力是很OK的 因为以后你们如果到职场上 很容易被问到说你Excel不OK 为什么因为Excel太重要了 如果你不会Excel说真的 人家找你去 那会很麻烦 因为你不会 你就在那边慢慢弄 弄到下班还弄不完 但是会的人两三秒钟就OK了 这差距实在太大了 所以现在很多时候 要是我是面试官 我直接问你Excel会不会 我问你这样会不会 大部分都一定说会 因为你要拿着工作 但是问题来了 你一进来之后又发现说 其实你根本不会 那很麻烦嘛 所以怎么办 最好是有一个第三方公证的 一些证明文件 那什么叫第三方公证 其实就是类似证照的 这个发造中心 它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什么 所以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过 TQC好了 它其实就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那它主要的用意就是说 它设立的基准 其实好像里面有一些相关说明 你们可以看一下 最早好像是那个施政荣先生 那个宏气电脑的那个创办人 他就想说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验证说 你有这方面技能 那我帮你背书 而且是公证的 其中的话 我们认证内容 你在认证内容里面有认证科目 其中有这么多项 我还蛮建议各位 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多累积一些 跟你将来想工作的内容 有关的证照 OK 比如说你想要从事什么 你想要从事的是 AI副分的话 也许你可以考这张证照 如果你想要对定子商务 你可以去考定子商务概论 诸如此类的 还有这些还有云端 这边他其实还有云端的部分 那跟各位讲 这个考试并不困难 很多好像都是选择题而已 而且他题目都公开了 你只要把题库背熟 其实就会拿到证照 还有什么行动装置 这个跟APP有点关系的 那我们的部分的话 我们第一张证照在哪里 其实就是底下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电子 这个就PowerPoint 那我们这个Excel的话 它在哪里 Excel 有没有看到 我在这里 电子四算表 那当然 它总共分成三个Label 第一级 就是实用级 三题 那这三题考哪三题 实际上 我刚刚有跟各位讲过 说这个题目部分 总共有一二三类 对不对 那还有四五类 对不对 总共就是有五类的题目 那如果你假设要拿Label 1的话 其实很简单 你就是准备一二三类就好了 它就是从一二三类里面 抽一题出来考试 而且一定是双数题 所以你只要准备102 104一直到110 反正呢 五题里面呢 抽一题出来考 而且题目都会一模一样 所以它这个有点像是 反正它题目预先公布 让你知道 然后你把它练的时候去考试 大概就这样而已 那考试时间的话是40分钟 也就是说 你不能在现场那边乱试 反正你就是要 又正确又快速 另外的话认证费用是1200块 OK 大概是这样 我记得之前好像没那么贵 这样好像800块而已 现在又涨价了 OK 好 那如果说你要进阶的话 就是把五大类的题目 全部练的时候再去考试 那一题的话就是大概10分钟 OK 然后 专业级的话等于是说 它除了说数科之外 它要考学科 学科的话就是 它还有题库 这个大概如果有兴趣同学 可以再了解 那另外的话它还有区分 有没有看到 上面还有分成什么 Excel的2019 Excel的2016 2013 然后还有2010 其他还有停考 它有分成是至少 这个四个版本 那因为 它不断的推成初心 那因为刚好之前我们 电脑环境我不确定是哪一个 所以我就准备一个比较中间的 Excel的2016的版本 OK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题目 大概六类里面 大概 五类里面大概 可以学到哪些东西 第一类的话比较简单 基本函数 所以函数部分是属于基础的 不是很复杂的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说 格式设定能力 格式 基本的函数 格式 那格式的话就是表面上 我们要把它 变成什么样的样式 包含就是说呢 它的什么呢 文字的编修 还有图论格的样式 比如说 要让它变个颜色之类的 然后列高跟蓝宽 比如列要让它高度 调高一点 再来就是说 框线 怎么加框线 怎么做一些其他相关设定 另外还有就是说呢 加上一些 图的部分 那这边有稍微一个说明了 你们大概可以看一下 那第二类的话是有关什么 资料的编修列印能力 所以哦 江淮如果你要列印出去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需要的 因为江淮很多同学 以后做完之后不会列印 或者是列印出来的结果 跟你预期的差距很大 那当然就是有问题 所以要怎么样能够 把那个列印的部分的设定好 再列印出去 那第三类的话是有关什么 统计图表 跟图表有关哦 所以这个图表还蛮重要 这个叫图像化 资料的图像化 或者资料的视觉化 这个还蛮重要 那再来第四类就进阶 所以这个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再来就第五类 OK 那今天的话 我们先从比较简单的 就是这一个 102GOV 所以待会呢 请各位帮我开启 这个102题的部分 然后呢先稍微看一下 其实这个 这个题目还有说明 我觉得它设计的还蛮人性化的 为什么 它还有题目说明 就情境 告诉你一下 这个资料 为什么 会有这个资料的产生 因为 这个什么呢 高尔夫 球教练 他想分析 从什么呢 从1934 1934 大家都还没出生 到2009年 这个美国高尔夫 明仁赛 这个 历年穿绿夹克 其实它很高 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绿夹克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绿 就是第一名的成绩 也就是说呢 拿到第一名 它的成绩应该是多少 那里面的话 四天的比赛中 前三天是以什么 五分类 那总共有 所以比赛是四天 我现在才知道 OK 前三天的成绩是五分类 那格式化要像这样 这有点像是手机 的那个有没有 那个 搜讯有没有 有的是 从完全没有 再到一格 两格 三格 四格 让它看起来 多到 少到多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说呢 最后一天 是高于标准杆 还是平标准杆 还有低于标准杆 然后用什么 用符号表示 用像这样的一个 这个什么 其实它其实来表示 所以要怎么做 那首先 待会请各位先开启 那个 Excel的档 那这个档案的话 在102里面有这个 EXA01的档案 然后呢 最后存档 就存这一个 不过将来呢 我是建议 这个后面存档的话 你干脆把 EXA01 改成102好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 每一题 第一类全部都EXA01的话 那会变成每一题的 最后做完的 那个 这个档案都一样 当然将来你如果真的去考试的话 你就是按照考试的要求 不过 我们平时 我们是来练习的 那底下的话呢 就是它会 要求我们要做哪些的设计 那总共会有1 到8项 请各位也许稍微把它看一下 至少啦 你第一个要先看懂 它到底要你做什么 然后呢 我们待会 就分别来处理这些动作 比如说呢 他说什么 在第一列跟第二列中间 插入一个空白列 这个应该会吧 然后呢 在 这个范围 这几个 这几个 这四个范围加入这三个资料 最后再合并儲存格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